食貨之人 選SAMMY SAMMY選東西 正啊 好 吃什麼 今天吃鹹蛋魚皮零食 又吃鹹蛋魚皮零食 因為我看到現在連香港都有廠商做 做啦 通常你們肯買 有人買就做的 立刻做 這樣就對了 試一下 香港的便宜一點吧 香港便宜一點 便宜得多不多 便宜得不算太多 那不便宜了 因為鹹蛋始終都是貴的 你用很多鹹蛋才做到那個魚皮 所以那個價錢不算相差太遠 但起碼你不用先去那邊買 因為現在我們吃的都是新加坡的那一邊 所以現在可能是不是香港的 都可以在我做便利店便買到 所以看看是不是真的 好 都想試一下 看看欠多遠 來吧 不過我最近吃 我都覺得 魚皮那些加菜 是 這樣吃都可以 要加上蛋黃的 真的 要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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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 這個呢 就挺香 聞起來 有鹹蛋味 看起來 魚皮是厚一點的 不是很薄 先試一試 好想吃啊 這些聲音 因為我很喜歡吃魚皮 哦 我是有去買魚皮回家的習慣 嗯 有些魚皮買很貴的 幾十米包 我找到一間在土瓜灣的 是 10元一大包 哇 這麼便宜 因為它呢 是專製潮州魚蛋 哦 魚肉燒賣 哦 那它有大量魚皮 沒錯 所以每天 那一個呢 是他們的副產品 嗯 不過其實很多都是 很多做魚皮的那些呢 都是因為它打完魚蛋 那些魚皮剩下來 它不可以做的 嗯 應該呢 就是 就是這樣 嗯 10元一大包 嗯 我可以去就300元 哇 又薄 又脆 又脆 想起都開心 我不會告訴你在哪裡 哈哈哈哈 一說了 就每個人搶了 是啊 魚皮是有限的 因為它那一打這麼多魚 就是這麼多魚皮了 它不會故意為了一些魚皮 然後再剝多幾條魚 它是以魚蛋賣多少 所以它剝了幾條魚 然後有多少魚皮 因為是下難的東西 是啊 沒錯 你真的說得好 我女兒第一次這樣 第一次了 OK 可以 這個 這個 這個不錯 但是鹹蛋味有沒有在這裡呢 不多 油不油呢 因為那些吃完有時候 我都 我覺得它剛剛好 嗯 鹹不鹹呢 不鹹 哦 這麼棒 有一點鹹蛋味 嗯 不多 可以接受這個 可以多一點 如果多一點的話 誇張一點 好一點 因為它黏得 你看得到的 這個魚皮面那裡 是不是 它有點黏了上去 其實如果黏得多的話 那些鹹蛋越多 那就味道越濃了 這個不太多 而且它比較厚 但是也可以 少許甜 我再試 好 好 都要有八分 哇 不錯哦 好 試一下 B 我喜歡嘛 我喜歡吃 我喜歡吃魚皮嘛 好了 哇 這個薄很多哦 明顯 比剛才是薄一點的 是的 那也看得到 它不只鹹蛋 還有一些綠色的 香草 是的 嗯 這個像是新加坡那些 那些呢 但是聞下去呢 聞不到鹹蛋味 是那些香料 因為那些香料出了 不是哦 不是 可能我因為昨天吃了鹹蛋 是的 是啊 因為口有就難聞了 好 因為薄很多 它不是脆 是鬆 是鬆 嗯 嗯 這個鹹蛋味多很多 鹹蛋味濃烈 哇 但是鹹蛋味的鹹蛋呢 因為它加了香料的關係 所以不是純鹹蛋味 哇 很脆啊 嗯 鬆脆 不是粗脆 這個鬆脆是滿意的 滿意的 這個鬆脆是 感覺到炸漿的威力 啊 能夠令到它裡面 所有 的空間 都被一些油炸開了 爆過 所以有鬆的感覺 它裡面好像一間很小的房間 小小小的房間 每一間房間 都住了一點點 蛋黃在裡面 很濃厚啊 你是不是喜歡這個多一點呢 似乎 這個是炸 炸感覺強很多 喂 如果這個是香港的 是便宜的 真的是一流 這個 是不是已經吃光了 已經 已經吃光了 你是不是回頭吃A B這個脆很多 因為裡面鬆的 感覺到 你拿上來 其實看得到的質感也是 A是像我們平時在香港吃普通的魚皮 然後再炸一份 幫了鹹蛋漿 而那個鹹蛋漿 也是很豐富 是啊 聽聲都感覺到 這個硬的東西 其實它也是脆的 但是剛才說的 但是硬的脆 B是鬆脆 鬆脆 如果鬆脆 咬完蛋黃 那種甜 令到好像有汁 嗯 究竟是 B B B是新加坡 如果不是 真的不一樣 我也覺得B是新加坡 看樣子 看樣子 今天便宜的 沒有好 因為新加坡都有分幾款 這個也是上次我們試過 贏的那一款 因為另外那個 我記得你說它實在太薄了 還有這個味道就是 因為它有辣椒葉 哦 辣椒葉 令到它的味道更豐富 所以它是贏了 我特意拿這個贏了的 來跟A 香港的去比一比 沒有得比 差一點 差一點 但香港的也不差 是不是 鹹蛋味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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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魚皮算是OK的 而且A那個也挺有趣的 其實因為我看它 除了加鹹蛋之外 它的調味料 有很多奶粉 椰奶粉 所以我不知吃下去的時候 A-B A 我不知道是否它想令到它有種 Creamy Creamy的味道 但是總之 這個不是很焗 是啊 第一個是它已經是先吃的 所以它已經有好處 因為我聞到一股蛋黃味 鹹蛋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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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吃下去跟B配合 味道差很遠 是啊 還有A 其實它是以很多的味精去取勝的 就是 它下了很多的味精 對 什麼味精取勝 它也沒有很多味精味 對 它有很多味精味 西瓜是以蠢鈍而取勝的 你發你的夢 所以A的鹹蛋黃味就不夠了 所以 相差多遠呢 其實只差20元 什麼啊 差20元很多 一包零食 一包是10元 一包是30元 差30元 差20元很多 因為本身價格也很高 A那個要60元一包 如果計算同樣的尺寸 B就80元 哇 兩包都這麼貴嗎 很貴 是的 本身的魚皮 如果在香港買 80元一包 好像在那邊買 都要接近50元 這個是那邊價 這個是那邊價 是嗎 這個大包尺寸 50元是有小包 OK 是這麼貴的 而且它炒價是炒到百多元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炒價 那不需要炒 我都覺得是 真的無謂 但是真的有人用這個炒價買來吃 傻了 喜歡還喜歡 就是 去到炒價 超出食物的價值 還有沒有必要炒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是一個 本身已經是貴價的零食 這個我計算 其實它小包一點 就算一包 好像平時的薯片尺寸 都三十多元 始終還是貴一點 看看你們怎麼選 如果你說到這麼貴 真的不好 我回到土瓜圓買了十元包 是不是 自己把鹹蛋放進去 這個不只是鹹蛋 還有一些 其實為什麼做這個 是因為他們有一個鹹蛋醬 他們本身是用來炒的蛋黃蝦 然後發現其實為什麼不把它放在零食裡面 才變成這個 對於我來說 有挑戰性 你打算找誰 我看你拿起電話 鹹蛋醬製造法 我現在 因為它變成乾 因為鹹蛋 我想我應該可以在家裡自己做得到 要變成乾 我有信心 因為做一個 其實做一個 你找什麼女性 女性語 我聽到三個字 女性語 好像是離譜的 語音 我明明大家聽到我說 但是之前那些 可能是歷史的 女性語 大家聽到我問什麼 如果我在巴士小聲 鹹蛋醬製造筆 女性語 不是 不是 塗身 我還想見人 哈哈 哈哈 他聽你的心聲 是啊 你的心聲想找女性語 找女性語 怎麼製造筆 我大大聲聲說 小聲聲說 找色情 Google真的不行 哈哈 哈哈 好了 等你做 是啊 應該都做到 你買10元買包東西回來 10元 起碼大一倍 10元的魚 那真的挺大包 你那個10元那個 是啊 大包的 我都不告訴你 10元很大包 在橋底的 你別說那麼多 你現在出電子了 那條橋很長 是啊 然後再加一些醬 自己再倒上去 沾來吃 好像學生哥那樣 你還要蘸多少 都可以 你不就像做黃金蝦一樣 你去到最後拌下去都可以 黃金蝦最後拌 是啊 拌鹹蛋 不過麻煩你 黃金蝦做完 你拌完之後 它那個 濕 它就會軟 所以立刻不要拌 放一碗 好像吃那些麥西哥那些 粟米片 對粟米片 蘸一點點才放進口石 這樣就可以更好 還可以做很多 完了之後 整碗剩下的 整碗倒進口裡吞 哈哈哈哈 真是肥死 先去找一下 好啊 等一下 嗯? 黃金蝦 黃金蝦 哈哈哈哈 好 我自己去找 你不要教我 拜拜 五九猴 還想聽《早霸王》 快點上8001903.com 聽一份節目重玩 早霸王